Hello 我是盈盈 我们昨天吃了那个热干面 就觉得贼好吃很正宗 然后五星好评还发了个视频 结果昨天下午做了个滴滴 那个滴滴师傅 让他给我们推荐本地好吃的 他首先就pass掉了视频那家 说好吃的都是在小店里 他就极力推荐了一家叫 天天红油赵师傅热干面 可能本地人都知道 我就肯纳闷 热干面 我们昨天吃的那个口感啊什么的 都是上乘了 还能有多好吃 俺俩现在就慕名 一定要去尝尝这个赵师傅 到底有多好吃 前方两道街 有三百米佣 对就是这条两道街 你看这全是排队的 这两家店 对啊 这几个店全是这样的 莫药大姐的小队了 我来街 我看见拍队我都激动 这怎么那么多拍队的 都是好吃的 我跟你说都是你开车 如果你不开车的话 我肯定就在这附近住 这一条街的关子都要我撑过来了 对不起我错了 所以还是没有车好 这种街不适合开车 把车停到这里 然后我们慢慢的来探店 可能不止那一家好吃的 天呐 这烫油条 这排队怎么排成这个样子 我的妈呀 这好吃吗 不知道 不知道 看看这到底是啥 糯米包油条 糯米包油条好像是他们这 我的天呐 这个是排队的 他那个糯米包油条 应该是武汉的特色小吃 我有在网上查 大家来武汉旅游的 一定要记得来逛这条街 叫凉道街 这一条街两边的小店 搁不了几米就是一条长嘴 真的是 只恨没有早点发现 我发现 来的时间短了 不行 这条旅游一定要 长时间的逗留 然后才能发现好多好吃好玩的 我怀疑咱们去的这个地方 也是排舱的 应该就是这样 啊 到后面 天呐 这个排队 排到哪里去了 这一个里面包三个烧麦 有这种吃法 神圣了 真的赶上铺 想排队 天呐再排队纳 也没想到武汉有这么多好东西 真的 那咱们找一个补派对的 你看那个什么油冰锅小麦的 油冰里面锅三个小麦 那个吃的都不吃吗 就是想象不到油冰里面再裹三个小麦 那个口感不是更油吗 就测色已经 你看这又一个派对 太遗憾了 那么好吃了吃不上 现在已经算忘记了 我一定要再瞅个淡季再来吃 这个吗 我们上个话 就是豆皮吗 裹的米饭 看一下我们上过电视的 你可以尝一下 要不然尝一下吧 你尝一下 尝一下呗 这很像那种肉粽子 这个倒吃过热干面 没吃成 人太多了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小饭店 排队能从街上排到项目那么深的 太耗时了 我们下午还要回去呢 我刚刚随便吃了点别的 就是别的小店没有排队 随便吃了点 它也不难吃 就也还可以 不知道那排队是不是更好吃了 下次有机会 我一定来这里 把那家店吃的贵 把那家店吃的贵